决战选前最后一个超级周末 要如何拯救选情呢 陈时中阵营在今天下午的两点 举行了游行活动 不过就在游行活动开始前一刻 有一名男子呢 他持刀是冲上了宣传车 要求工作人员交出麦克风 引发了一阵骚动跟混乱 而这名男子呢 当场也被警方喷辣椒水压制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本日的十三十许 一名流行民众在民进朗部 突然攀上无人乘坐的宣传车上 预要求去宣传车拿麦克表达诉求 并有不理智的行为 经本分局在场安全维护的警力 及时发现立即上前 使用辣椒水制止与管束 代反我们派所来侦办 目前后续会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无故期待刀谢侦办 从画面中您可以看到呢 就在游行前 这名男子是冲上了宣传车 持刀威胁工作人员 要求工作人员要交出这个麦克风 那么这时候 在一旁的维安的警方 是立刻冲上前 喷辣椒水压制代理 而对此呢 陈时中进办的发言人林玉禅 她回应了 她说不清楚该民众的诉求是什么 同时她也呼吁民众要理性 不要做出伤害自己跟他人的举动 好真的大家还是要理性来表达诉求 理性表达诉求是可以的 但是陈时中很多争议可能必须要先说清楚 比如说疫苗政策 陈时中他因为疫苗政策遭到外界抨击 对此呢 卫福部长这个薛瑞源 他日前他力挺陈时中 他说陈时中仇恨值很高 是因为他挡了很多疫苗前客 挡人财入才会仇恨值高 对此黄山在那说 那到底挡谁的前客 到底挡谁财入呢 前客是谁啊 请前任部长陈时中说清楚嘛 好怎么回应 陈时中说我现在在选举 意思是说他不回应 当然陈时中的这番话网友就酸他 网友说我负责 但是请不要找我 而且还有人说 今天的人设是局外人 好这件事情前客是谁 陈时中自己没有说 但是薛瑞源今天又说话了 薛瑞源呢今天再度开炮了 他改口了 他说这些人不是前客 那是什么 他说是疫苗骗子 我再强调一次 他说他们不是前客 他们可以称之疫苗骗子 而且他跟首度点名了 那谁是骗子呢 他说这些前客呢 透过工商宗教团体 意思是这些工商宗教团体是骗子吗 找指挥中心谈 说有现货 而且要求要先付 采购价30%的定金 那他说这些人拿不出原厂授权 就知道是假的啊 所以呢这个薛瑞源呢 他说陈时中其实是挡掉了 因此才会被报复 这些骗子呢 向媒体来控诉陈时中挡疫苗 好他还说这都是陈时中的功劳啊 如果没有陈时中挡这些疫苗骗子 付出去的定金 恐怕早已经下落不明了 不管你相不相信 来看到他的对手 蒋万安的阵营 他说天哪薛瑞源 你说这些话 根本是为了护航陈时中 在这一回选战当中 编出的最大谎言 他说这些工商团体 这些宗教团体 之前说想要买这个疫苗是骗子嘛 所以呢 蒋万安说 这薛瑞源根本是为了护航嘛 除此之外 其实蒋万安的太太 这个石坊轩 他同时也首度来到了万华扫街拜票 同时呢 他强调万华不是破口 而且蒋万安他也强调了 他说万华不是破口 是除了陈时中以外的全民共事 一起来听 万华不是破口 讲到去年 我们有100多位的民众 因为疫情而离开了 而他们就是我们真正的 就是挡住台北疫情的前线 万华不是破口 这是除了陈时中以外全民的共事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万华是这一次守住疫情的堡垒 守住疫情的最前线 我们非常感谢万华 绝对不能污名化万华 薛瑞元为了护航陈时中 在这一次选战当中 编了一个最大的谎言 去年五月 大家看到疫情爆发之后 全台湾非常缺疫苗 那我们的接种率也相较为邻国 非常低 这都是陈时中造成的 2020年下半年 当各国都在抢BNT跟莫德纳的时候 陈时中在抢高端 这也就算了 但是当疫情爆发 民间团体要捐赠 一千五百万剂疫苗给政府 陈时中还百般阻挠 护航高端到底 现在薛瑞元为了护航陈时中 如法炮制 炮制谎言 民意党上下甚至全部一次赞同 凸显了民意党的堕落 选前冲刺 那么陈时中阵营却是插曲不断了 刚刚看到有一个男子 在下午的时候是持刀 冲上了宣传车之外呢 今天的上午 陈时中他到市场去扫街的时候 也被民众怒呛 你怎么好意思出来选呢 而且这个民众还问陈时中 你不是想知道谁讨厌你吗 他高喊就在这里啊 另外民进党现在没招了吗 总统蔡英文呢 昨天到这个中台湾造势 大打国际牌 希望能够吹票 对此呢 蓝军炮轰了 民进党现在发现 抗中保台失效了 所以现在改成 只能恐吓选民 没招了 中途者投票超级星期天 一早晨时中上胡光市场扫街 没想到又被呛 民众拿陈时中过去担任 卫福部长时 BNT疫苗买贵来打脸 学瑞源说陈时中是因为党人财路 仇恨值才很高 但真正的理由 从民众呛乡来看 是他防疫做得不好 蓝军也炮轰 卫福部沦为陈时中的竞选总部 屈瑞源那你就说出前客的名字 不敢讲用影射的方式 那无非就是想要替陈时中 去置换台北市民对这场疫情 对陈时中的记忆 行政单位不中立到这种程度 闻所未闻 难道民进党真的选情构级 周末到中台湾奏势 总裁英文说出这番话 赵绍康狂摔 民进党一到选举 就喜欢高唱抗中保台 要着有尬词一点 直接把跟大陆1700亿美金的 顺差断掉 否则一边赚别人的钱 一边骂人 不是很可耻吗 选至痛批 民进党说照顾青年 结果公宅没有 疫情还变长 当然没有人要支持民进党 发现到抗中保台已经失效了 以为民进党代表台湾 他现在没有政绩可以打 已经没有招了 绿营在地方选举 大打恐吓牌 不仅引起反感 恐怕也催不出更多年轻选票 记者张老鹏 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抗中保台国安牌 有没有效呢 不知道 但目前看起来 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 他目前还是打这几张牌 对此时事评论员 王上智他认为 他说目前看起来 民进党在这一回选战当中 是历年来选举气势最差的一次 不仅抗中保台 他认为是无效了 连侧翼的攻击都没有用 那么民进党在最后 在这次选举里头 我们可以感受到 整个气势是历来选举最差的 虽然讨厌民进党 讨厌蔡英文 讨厌陈日中是一个共同的 又有周玉寇事件 巴拉巴拉 中国红这些 但民进党总体的气势 是跟过去不一样的 过去其实民进党在气势 还是比较弱的时候 应该有两个 他们第一个还是主导议题 他们无论是抹红 这次我们看到 抗中保台没有了 省级情节的操弄也没有了 我觉得过去我们最头痛最难受 最伤痕的两大 两大最乱七八糟的 这次完全无效或者是没有了 而过去民进党的攻击的 侧翼的部分其实还是有的 然后今年也不是什么攻击都无效 我想这里头也体现到 包括国民党像小新 这些人当中 其实大家的回击能力很强 那么二方面当然最主要的是 现在中间选民跟年轻人 共同他们不见得是国民党的 可能共同对于讨厌民进党 或民进党所有的这些 从黑箱作业利益输送 所有的特别是疫情这种种 我觉得大家铭记在心 大家的黑资料也甚至在手上 然后所以帮忙在找一些东西 形成一个我都觉得说 是网路的这种义工团 他不一定支持国民党 这次无论从民进党 包括蔡英文 陈时中 一路以来包括到郑韵棚 所有被揭发的中国宏这些事件 只是让大家体现到民进党 这次推出的候选人 甚至民进党当中大部分政治人物 他们的本质是没有办法信赖 而这个信赖的破损 信赖的崩解 是所有现在中间血民 跟年轻人当中 之所以流失的最关键的原因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 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发族 有儿童 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我们下回来 再次回来 再次回来 中文字幕——YK